D的实体的话,记得就有回转,那回转你只要有个2D,它就知道帮你扫成3D了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形状,当然你这个形状如果有圆角,它就圆角,这边扫出来就圆角 如果是它是一个倒角,那出来就是倒角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因为形状不一样去做一些变化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2D怎么化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说,它的这个地方是在,我先切换到东南等角,那我们这个地方画的时候呢,先切换到前视角 那前视角有时候这地方,这个刚刚有同学按这个前视角之后的话 那就我把那个UCS再把它改回来好了,刚刚乱掉 OK,那前视角的话你可以从这边做辨识啦 不过这个地方呢,可以让你去浏览用啦 如果说刚刚你点了前视角之后,画那个线可能会有问题发生 刚好像有同学是画横线,再画另外一个线段就画不出来了 所以呢,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行,你就用这个这边的视角 那请切换到前视角,前视角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图形 首先的话呢,这个2D部分很简单 底部的话就30,所以你这边的话给它30 Enter之后往上,往上的部分是多少?40 然后40再折过来的话是多少?20 对不对?20之后的话有个25 那我们可以先按空白键结束,再按空白键开始 这边画不过来,我们可以先从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再绕过去20,那过来应该多少呢? 应该是5嘛,因为底下是30,30减掉25 那往上,那你会想说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,这边有个端点对不对? 那将来这一条线的端点一定会跟这个怎么样呢?相...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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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